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对Triotius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 这节课我们进行Triotius的DPUtius模块的学习 在这之前我再介绍一下Triotius的初步初始化 在以后的课程中将不再进行讲解 这个是Triotius的Github地址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去把原码下载下来进行一个学习 如果你使用的是Android Studio的话 可以在Gradle里进行这个配置 就已经把Triotius加载到了你的项目里面 在Gradle里的这个位置我已经事先加载进来了 好,现在我们已经引进了Triotius这个项目 接下来我们需要建一个application 在里面加上这两句初始化 然后在配置文件里把这个myapplication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我们使用Triotius的话需要两个权限 一个是internet的权限 一个是写外部存储的权限 最后我们需要在使用Triotius的当前类里面进行一个inject的初始化 到这里我们就对Triotius的初始化进行了一个完成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Triotius的DbUtius模块的学习 首先我们使用DbUtius创建一个数据库 在创建数据库之前 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下数据库的配置 即到configure 首先我们new一个dbmanager的到configure dbmanager.configure等于new configure 好,我们先看一下configure的原码 可以看到它里面提供了一些public的方法 这个setdbdir 是设置里面需要传入一个fail文件 是设置数据库的存储目录的 setdbname可以看出来是设置数据库的名字 setdbversion 即设置数据库的版本 allowtransaction 这里面需要传入一个布尔形的纸 是你可以配置是否开启事物 而它的默认值是处的 即使你不进行设置的话 默认的话就是处 还有setdbopenassender 这个是控制数据库 打开的时候的一个监听 dbupgradle 数据库更新的一个监听 这个是比较创建的一个监听 好下面 它主要就是这些方法 我们下面来对它进行一下配置 我们练起一行 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个内部吧 sitdbname 就叫它 这里需要传入一个stream track 就叫它test.db 好了 再设置一个dir 及数据库的纯属目录 我们nil一个fill 这里需要传入一个路径 我们为方便起见 就直接写sdcard了 好 我们再set一个dbopenassender 数据库版本 设置为一 数据库的openassender 数据库打开的时候 需要执行的一个东西 这里需要传入一个openassender的监听 我们nil一个dbopenassender 在这里可以执行 当数据库打开时候 可以执行的操作 我们在这里对它开启一个WAL 它会对写入的速度 进行一个巨大的提升 db.gatdatabase.enable 好 这样我们就开启了WAL 这里写一个注释 对写入速度 有提升 我们再设置一个 更新的监听 nil dbupgrader 我们看到它接收三个值 一个dbmenager 一个oldwalson 一个newwalson 即刚才我们这里设置了一个dbwalson 当它的值变化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执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你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表啊 或者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这里我们就不进行设置 最后分号结尾 这样我们的 dlconfig就设置完成了 然后把它 配置给数据库 dbmanager 数据库的操作管理文件 插了点 get db 把我们的dlconfig 串入进去 好 这样我们的数据库就建立完成了 而且进行了配置 接下来我们进行数据库的一个表配置 需要我们就以user为例 创建一个数据库表 我们这里新建一个文件 叫user 好 我们创建表的之前 需要在它的文件前面声明一个table属性 即声明它是一个表 大写的 table 这样chartels才可以解析 第一个值name 等于 就叫它user 还可以传入oncridle 默认是空的 这个属性是在我们创建表的时候可以执行的一个sql语句 如果你在这里配置的话 它就会执行 我们这里咱们进行配置 好 这样一个表的简单声明就做完了 我们下面来定义一下它的属性 创建table表的话 创建table表的话必须要有一个id属性 int id 然后需要给它注释几个属性 首先它是一个列 这里边也需要name 然后name名为id 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个sid属性 要不然这个表是创建不成功的 还可以传入一个autogen 即设置它是否为自动增长模式 我们这里填出 还可以设置一个property 默认的也是空 在这里我对这几个属性 进行一个简单的注释 这里name 输入浴库 表中的字段 ease id 是否为主件 autogen 是否为自动增长 property 这是一个约束 好设置完id之后 我们再给它设置一个name 同样我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个列名的权限 name 等 name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话 如果不加这个属性的话 它在表里边是没有这一列的 比如我们再设置一个 email属性 这里我们不加入这个声明 接着我们 设置一下get set的方法 ok ok 再给它添加一个构造函数 添加一个name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必须再写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 否则这个表是建立不成功的 这句话删掉 ok 这样我们这个实体类就创建完成 接下来我们进行数据库的增刷改查操作 我们进行数据库的增刷改查操作 ok 我们回到main activity里边 这里我在布局文件里边声明几个按钮 button 设置id sale test test 增 ok 我们再复制几个 shun del 改 upgrade 查selector 好 这样这几个按钮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先对表里进行插入数据 设置一个点击实践 on event r.ad del sale private what meel 6.v 大括号 嗯 这个应该在括号外边 ok 然后我们拥有一个user 然后我们拥有一个user 等于拥有 db.sale db.sale 把这个user传进去 然后加一个tricatch 好 接着我们运行一下 这里我事先开一个模拟器 好我们点一下这个增按钮 然后看一下sd卡上的内容 在他存储的目录下 有一个tets的db 可以看到这里边数据库已经创建完成 看一下这个表 这里边有三个表 前两个是他默认的 都会有 这里是 这个user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可以看到他里边 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id 一个是name 但没有那个email 因为我们没有对他进行声明 好 接着我再点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 推出来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他又增加了几条数据 好 这样我们的增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进行数据表的删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句话删除 删的话需要用到db.delete方法 我们看一下它的 高到函数 它里边有三种 可以传入一个object 即单独的对象 也可以传入一个cars 如果传入一个cars的话 它会把这个表里边的所有这个属性都删除掉 最后是可以传入一个类型 然后传入一个warebuilder 看一下什么是warebuilder warebuilder就是一个条件类 在里边我们输入条件可以进行有针对的查找或者删除 好 我们用一下最后一个 这里传入一个user class 然后这里传入一个warebuilder warebuilder.b 第二按的 第一个是列名 传入id 第二个是条件 我们写等于 第三个是值 我们填一 好 进行一个trackage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点一下删 再看一下刚才的数表 可以看到它已经把id为1的行删除掉了 好 这样我们的删除操作就进行完成 然后还有一个改 我们再复制一下 upgrade 改的话是需要dbupgrade的方法 同样跟刚才查一样 我们这里传入user.class 这里是warebuilder 第一个列名 门传id 等于2 这里需要传入一个kvalue 即新值老值 new一个kvalue 第一个为k menting name 把它改为 理事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trackage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这里设置的是id为2的属性 改 再看一下数据表 之前还是张三 我们退出来重新进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name已经改成了理事 好 最后一个查的操作 select select的方法需要使用到db.select 这里传入user.class 点where 这里传入user.class 这里传入user.class 这里传入ad 然后打一个log 然后打一个log test 这里对user进行一个接收 user.class 好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先把log清空一下 点一下查 可以看到在控制台已经打出了这个id为3的属性的name 张三 看一下 id为3 是张三 好 到这里我们db.utils的增山改查操作就完成了 当然db.utils模块的功能不仅限于此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好 这一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